这个已经读进来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它已经是一个有资料的一个串列了 那我们刚刚怎么样 所以其实可以怎么做呢 干脆我把这个 这个List1跟这个改名 因为全部叫Scope 这个Scope 就是这个东西 那不就等于什么 我们刚刚的这个 这些 我刚刚用取代 Ctrl H 把这个取代 取代的话 编辑 Edit 有个Pray Ctrl F 然后可以把它全部改成这个 所以以后如果你讲 你某个变数名称要改 你就按Reprase All就好了 OK 它全部都取代 那如果说呢 它现在是这个 那我们刚刚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两个变数 Total好像要了 因为Total底下会用到 什么时候用到Total 这里 所以其实 刚刚这个回圈就不需要了 我们其实只要把底下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部分就不用了 这个部分就不用了 因为刚刚是要一个一个输入 那现在变成说已经输入了 输入到哪里 输入到这个Scope 所以这个其实就不用了 这个本身 就已经预先帮我把它读进来 读到这个Scope里面了 所以底下的话Scope里面呢 就直接它帮我判断 所以你会发现 这里面总共好像九个 所以它这个地方 共有九个学生 然后再把它 这些所有东西都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放在Total里面 OK 然后呢 再平均 平均之后Average 其实底下都一样不用改 OK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如果 刚刚的这个程式 我假设 其他地方都不 只有一个 等于是Print的上面 只留下Total 其他就不需要了 然后呢 等于是说读进来的东西 那我就 最好刚刚是把它移掉 把它Delete掉 有点多余的部分 把它Delete掉 这样看比较清楚 OK 所以上面的部分就是读 读完之后切 有没有 切完之后呢 就帮我全部把原来的文字 转成数字 然后呢 再做总共几个学生 然后总分平均最高最低 所以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最后的结果 这个一样我Clean的出来 总共九个学生 有没有 然后九个学生 因为我这边是加豆点 所以你会发现 加豆点的话 它前后会多空白 大家有个好处 就不用转型 然后总分多少分 平均多少 最高最低 都出来了 OK 应该没问题吧 那 再来的话等一下 我们就要再练习其他的部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来 切一下 就把刚刚两段 程式结合在一起 上面这个就刚刚的吧 只是我把11 改成Score 再来的话呢 就是后面底下都没改了 就是从那个共有几个学生 Sum Total 这些都没改 有没有 就直接OK了 两边就可以串在 上面这一个部分的话 1到6行就是 就是从外部读档 读一个什么档 一个文字档 当然未来如果还有别的格式 比如说点CSV 点XML 或者点Jetson 其实都差不多一样的道理 好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要做个变化题 有什么变化题 各位可以看一下云端 一样在那个第五个单元 这个下方 第五页的地方 我如果今天希望 下方 底下有总共50个会员 那我就想 1 请各位 把那个会员名称 取名叫Member.tst 那我一样在哪边 在这个下方 新增一个File 按右键 一个File 档案名称叫做Member.tst OK 然后呢 请各位就把底下这些资料 怎么样 就直接把它贴上 OK C C 干脆你就用贴的好了,这样建议应该没问题 反正结果理论上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假设我今天已经有这些资料了 它有什么结果呢? 第一个,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读进来,并且print的出去的话 第一个的话,我已经有了这个档 第二个的话,我这个范例名称叫什么? 这个范例名称叫读取会员资料 那一样,我就先再按右键,new 一个新的 module 名称也许叫做这个,读取会员资料 然后呢,finish 一下, cancel 如果要把资料读进来的话,我刚刚讲过,很简单,很好记 f 等于什么? open 括弧,那个档案名称叫什么? member 点 tst 副档名称档 后面豆点加一个 r 就可以了 然后你要把它开起来的话,你就print了 f 点 read 小括弧就可以 好,这意思就是什么? 我希望把它全部读进来 按右键, rename 一下,这边有个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的话,我这边有个 rename 刚刚打的,你打太多了 自拼错了 ok 一下 因为它出现什么? not such file 意思是要找到这个档 那应该我是档名打错了,执行一下 好,那再来的话呢,你会发现呢 它会出现这个什么格式 unicode decode CP950 它的编码方式出现错误 诶,那为什么出现错误? 我们可以讲一下 这个的里面 应该是 我从那个什么呢 从Google上面 所复制贴过来的 因为你里面 那特别注意哦 我们如果说 档案呢,是从微软里面产生的 那不用重新编码 但是如果是除了微软以外的 比如Excel 既是本也一样 Word也是一样 那不用改 但是如果你的档案是从 非微软阵营 所取得的资料的话 那它的编码就utu8 那你就变成说 你要多一个叙述 否则的话呢 它会出现编码错误 它跟你讲说 里面的编码好像不是CP950 CP950 其实就是微软的那个 编码方式 那如果我要改的话 只要改一个地方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的编码 假设你看到这个啦 你就知道 逗点 加一个encoding 那你帮我改一下编码方式啊 encoding encoding就编码 等于什么呢 改成什么 utf8就可以了 OK 意思就是说 以后反正你资料 假设不是微软那边来的 都一定要夹这个 否则的话 就会出现错误 那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这样应该就OK 执行一下 OK seed是encoding等utf8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有没有 全部读进来了 两行哦 所以这边呢 多一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encoding等utf8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的档案哦 不是从微软的程式 像excel 像我的 powerpoint那些 或者记事本 内建的程式产生的 都要加一下 OK 然后呢 再把它print出来 可是问题哦 假如啦 我们的需求没那么简单 如果我今天需求 我希望哦 请你帮我做一个动作 请你帮我怎么样 只输出前十个会员就好了 因为这边有五十个会员 我不要这么多啦 我要前十个就好了 怎么办 前十个 诶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如果我只要呢 因为这边有总共五个栏位 编号姓名生日血型手机 那如果我只要什么 两个栏位就好了 姓名跟手机就好了 有没有 诶姓名手机 那我怎么做 OK 这个时候就需要 再了解一些东西了 什么东西呢 特别注意哦 你如果用read的话 就是把 这个档案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读进来 读进来的话是一个文字哦 可是如果我今天读进来的话 我要把它变成一个串列的话 那你后面可以加一个realize realize realize是读一行哦 可是我要全部读realize 那如果你用realize 特别是哦 realize 破名思义嘛 把它全部读进来 但是呢 是用一行 就是一行一行方式帮我读 那一行读进来放哪里呢 所以我print给各位看一下 他会变成什么形态呢 诶 有没有发现 中瓜 realize 对应到的意思是哦 帮我读进来 但是呢 是帮我把它放在串列里面 诶 放在串列 那各位可以看到哦 他就是把什么呢 原来的第一行哦 放在编号0的位置 因为他那个串列一定从0开始编号 诶 然后呢 编号1 刚好就放在1的位置 有没有 1号 2 3 所以哦 如果我只要前10个的话 那我只要什么 0 到10 啊range的话就0到11了 诶 所以哦 如果我今天要把里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把它print出来的话 我只要10个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变动一下 变什么呢 第一个哦 一样我这个先把读到的东西 先放在一个list1里面 list1里面 就放刚刚这个 这个就这些东西 诶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因为我只要某个范围 所以哦 for 某范围资料 for i inrange 有没有 然后第几个呢 这个也要 这个是0嘛 豆点 后面加多少 因为10号嘛 10号刚好对应到就是10 可是range是什么 它的10的后一个 要停下来 要停下来 这应该说是多少 11嘛 OK 有没有 因为编号10 11是停下来 不会一直停 所以它就0到10 OK 然后后面的话加一个冒号 enter一下 后面要做什么 帮我把它一个一个print出来 所以要print 打一个print print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list1 这个串列里面的 第几个呢 第几个的话 你就中瓜谷 里面放了i就可以了 它print的第一个 它就把这个 这个给输出了 有没有 再来第二个 再来第三个 另外可能要注意一点 它后面有个什么东西 反斜线跟这什么 换行嘛 有没有 投益资源嘛 所以你会发现执行的结果怎么样 是不是到第10个 没错 因为这是0嘛 12345678910 停下来 11停了 OK有没有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 为什么这边 会多一个换行 原来什么 反斜线跟N 所以如果你要把 后面那个反斜线跟N 去掉的话 去掉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 我们可以在这个后面加 逗点 把原来的print本身 因为print本身 会带一个enter 你可以把这个 去掉的话叫什么 end 还记得吧 等于没有 有没有 还有印象吗 这个好像我们在那个前面蛮多地方有 像那个 输出三角形 九九成方表 有没有 有没有 有了 有没有 那意思就是说把print本身的那一个end拿掉 这是方法一 这是方法一 可是考考各位 如果我 不要用这个方法 我希望 帮我怎么样 把那个 他这个 这个串列后面的那个 去掉的话 那其实 特别有 你可能 如果你要把他尾巴的那个 换行拿掉的话 你要多学一个方法 叫点什么 点strip s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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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trip 刚刚不是有个那个切割吗 切 split 这个 跟那个split 这个其实都是属于那个文字类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只要跟他讲说 我要把那个 后面尾巴的那个反斜行跟拿掉 他就会帮你把这个 后面的反斜行跟拿 他只要看到反斜行就帮你把它delete掉 还有另外的话 strip前面跟后面 如果你前面有换行 他也会把前面 前后只要有换行 这个东西 他就会帮你把它去掉 ok 如果我不用刚刚那个方法的话 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用strip 把他执行 这样也ok 两个方法 不过呢 我们只有做出第一个 就是 只要前十个会员 但第二个问题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只要什么 不要编号 不要姓名 这个不要 只要这一个跟这一个 也就这些资料 帮我把它消失掉 这个消失 这个消失 只留什么 只留姓名跟什么 手膝就好了 那怎么做 那当然 如果你这个东西在以色尔很简单嘛 删除蓝就好了 可是问题喔 现在就不是在以色尔里面 那怎么做 这个可能 提示一下 其实第一个也是要用到sprint 切割 切割 切割完之后呢 它一定会有顺序 第一个是零 一 二 三 四 总共五个嘛 那我只要留下什么 零不要 一留下 二 三也不要 四 可是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符合这样的一个结果 OK 好 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重点回顾一下 所以刚刚 一 就是贴到这边来 50个会员 member.tst 二的话呢 建一个新的module 这个module的话呢 就是一样 open它 多这个东西 然后呢 用realize 把它读前十个会员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呢 多学一个叫strip strip的话 意思就是说 当我把前后呢 只要出现某一个字 字圆的话 比如说换行 那就把我把它去掉的意思 OK 那待会再来看 如果我只要取 姓名跟手机的话 这要该怎么做 那因为呢 其实还蛮常遇到 就是说你从外部读取一些 资料过来的时候 那可能它给你的栏位数非常多 可能有一堆的栏位 其实是个栏位 但你其实你要做报表 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栏位 你可能只需要其中的两个三个四个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 刚刚一样的方法 可以把 不需要的这个栏位给去掉 OK 试一下